陳時中其實對執政是完全沒概念 他只是好想當台北市長而已 年輕人其實很討厭這種 你為了搶我的票而裝作是跟我同類的人 他的市政看起來都是急就張的 隨便亂提出來一些東西 那我個人認為陳時中要挽回這個敗局是非常困難 陳時中的團隊裡頭這些人 有司法院院長的小孩 然後有台北市民政局的小孩 有內政部的長的小孩 那你們這些人都跟政府的權力機構有關 那你們不擔心這次會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嗎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至於說正幾代 老實講現在台灣的政壇 幾乎他不是正二代就正三代 一大堆都是 那請問一下 那要不要兩黨或是所有的黨派全部不准下一代從政 所以我覺得扯這種東西本身在我看來是很無聊 重點是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會不會影響到選舉結果的問題 不過連這種最基本的都不去思考 而只想要抹黑屋賊戰 我個人是覺得是讓人家看笑話 陳時中現在人設好像一直變來變去 那有人說是會想討好年輕人的選票 那你覺得這樣有用嗎 其實最近幾乎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在年輕人的族群當中本來照以來說應該是 民進黨是非常有利的一個年齡階層 可是現在陳時中在這邊不但輸給 黃珊珊甚至還有一些民調 甚至輸給蔣萬安 所以這代表什麼狀況呢 代表陳時中現在在年輕人中的仇恨值真的非常高 所以他也急於想挽回這一塊 所以不斷地去做一些很無厘頭的改變人設 可是我覺得年輕人其實很討厭這種 你為了搶我的票而裝作是跟我同類的人 那你越是這樣裝 我個人認為他年輕人票反而會越少 其實他越是這樣子不斷地改變人設 只是代表他已經整個荒掉了 所以整個荒掉是不是代表蔡文這邊的荒掉 因為有人說其實陳時中如果這次選的很慘 可能蔡文會提前撥腳 因為現在本來民進黨認為史拿九穩的桃園 因為林志堅論文的事件 看起來是非常奇蹟可為的 那台北如果他拿不回來的話 等於說在台北桃園同時都失敗 那這兩個地方就是蔡英文自己獨斷提名的地方 所以很顯然蔡英文恐怕被迫辭去黨主席 那蔡英文一旦被迫辭去黨主席 那剩下兩年他基本上就是掰咖了 所以蔡英文當然不願意讓自己掰咖 所以他一定會盡全力去搶救 特別是在台北他們認為撒卡拉都的狀況下 陳時中是還有機會的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不只是蔡英文自己會出 在民進黨很多大咖都會出來在台北 想要全力搶救陳時中 很明顯的陳時中其實 雖然他自稱自己提出很多的所謂的市政 可是實際上他的市政看起來都是極舊章的 根本沒有經過深刻思考的 隨便亂提出來一些東西 連他自己提出來的東西預算到底多少 然後其他相關的後續廢套他完全都沒有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陳時中其實 對執政是完全沒概念 他要的就只是慎選 他只是好想當台北市長而已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他沒有拿出讓民眾確實有感的牛肉 而且展現出他真正可能的執行力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陳時中要挽回這個敗局是非常困難